我们的作品名称叫 机器人舞者 下面我将分为三个部分 介绍我们的作品 第一部分 硬件设计 这边 这是一个700线的CCD摄像头 它负责出现了彩皮 晚上 D2 D2215 它们的功能 我将会在后面介绍 蓝牙箔块 它负责开发版与机器人之间的 无线通讯 最左边 这是组装好的机器人 它主要用一个 舵机控制板和17个舵机组成 那么 摄像头是怎么样 采集人体动作的呢 看左边 我们在人身上放置了 两种颜色 共八个颜色标记 头部 头部坐标 则由肤色来代替颜色标记 同时 我们给每一个颜色标记都在屏幕上划分的识别区 那么有的人可能会有疑问 为什么我们只用两种颜色做颜色标记 颜色标记用的越多 识别不是应该越准确吗 是的 颜色标记用的越多 识别当然会越准确 但是 考虑到 识别系统 还有动作编码的复杂性 我们 综合考虑之后 我们最终还是使用了两种颜色作为颜色标记 中间这一符是显示在VGA上的效果识别之后 经过这九个周边点的确认 我们便可以画出这上面的火材的模型了 第二部分 顶层设计 摄像头采集到图像数据 经过V6IN接口传输给D2的FPGA 在FPGA中经过颜色空间转换 将原始的图像数据转化成RGB值 储存在SD RAM里 并且显示在VGA上 同时 我们将VGA划分成 60x4 80x60的小方格 每一个小方格 编长为8个像素点 我们将计算每一个小方格的 平均RGB值 并且与颜色BLG的RGB值进行对比 由始终得到那九个重要的坐标 最后我们将九个坐标点 通过GPU窜口 发送给115的NAS2内核中 经过动作分析 角度计算和动作编码 最终将得到的 机器人控制指令 发送给机器人 第三部分 软件设计 在得到九个重要的坐标点之后 我们将情况分为了四种 第一种 左手 第二种 右手 双腿和单腿 为什么要分为这四种情况呢 因为 机器人在动作的时候 重心容易不稳 容易摔倒 当我们判断它 双腿同时运动的时候 我们判断数据是否回力 在经过简单的判断之后 经过 角度计算 动作编码 最后将 得到的机器人动作指令 发送给机器人 那么 什么是角度计算呢 透色变换 现在 为了让各位更容易地理解我们这个原理 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假设 有一束光照在我的身上 在我身后的投影仪上 显示了一个投影 我将手臂任意升起一个角度 那么 在知道我手臂的实际长度 和 投影的 手臂的长度之后 它们有 相同的透色之点 我便可以确定 这条手臂在三维空间中的 唯一位置 这样我们便计算到了 这只手臂的各个角度 如初所示 比如我 升起这样的角度 它将会计算出 纵向的角度 这样 它将会计算出 很像的角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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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